这段时间的确有美国很多的官员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站在中国大陆立场来讲 他们都是应邀受访 也换句话说美国扮演一个比较主动 希望访问中国大陆的这么样一个立场 那所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从更高的层次来谈 就是从整个美国的国际战略来讲 它现在有三个东西嘛 一个是要遏制 一个是要竞争 还有一个要合作 那这三个来讲的话 其实美国要遏制中国大陆 它是一个主旋律 那竞争是一个次旋律 那最差的就是一个合作 而且合作大概只有在两个层面 就是一个是在整个 叫做毒品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气候的环保方面 这合作除了这个以外 大概就是竞争跟对抗 对抗就是遏制 在这个遏制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美国有它的基本的立场 就是它不容许大陆去挑战 它在全世界的领导的一个霸权 我想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个价值观 这是美国最核心的思考 但是美国有一个逻辑在于说 那美国要扮演遏制的过程之后 它不希望其他的周边的问题 会打乱掉美国这个遏制的 这个大战略的路径 比如说好了 像台海问题 像南海问题 那美国在台海问题跟南海问题上 美国要扮演主动的 要能够管控的这么一个角色 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的时候 美国就会希望说像菲律宾 或者像越南 这些国家能够多给它的支持 那台湾问题的方面 就希望台湾这边 不要出什么大的乱子 因为美国不希望它的这个 所谓它的路径 跟它的时间性被打断掉了 所以从美国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现在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比如说它的防长 跟中国大陆的防长见面 谈这些问题 那台湾问题其实非常清楚 也就是合格掩耳制 大家在表达自己最重要的立场 比如说美国表达就是 包括南海问题 台海问题 朝鲜问题 恶务问题 这四大问题 美国的基本的一个立场 那中国大陆当然会利用这个机会 表达了 比如像南海 跟台海是它的核心利益 就是如果说台独的势力 或者说外部的势力 这个干预的话 那中国大陆不会听之认之 这句话 其实是从习近平的谈话里面 延续而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美国去拜会中国大陆 那这一次 正如说你刚刚谈的是 比较稍微特殊一点 他也看到国台办的副主席 那逻辑上来讲 他们对台工作的话 可能并不是由美国的外交部 来处理 不会直接的面对他 所以从这个角度 也有一些媒体来观察 就是说 是不是美国在整个 在跟两岸过程中的时候 他也希望直接跟 大陆的相关官员 他们有个对话的机会 而管控台海问题 当这个问题 台湾又在思考了 比如像罗森伯格 刚刚到台湾来过以后 那么是不是对于 这个赖清德的520的谈话 彼此之间也会表示一些看法 做一些交流 我觉得内容 大家我们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整个一个心态 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美国希望透过 跟中国大陆的官员 不管他是外交的 或者是防务的 或者是包括两岸官员 这些方面充分的沟通以后 美国要完全掌控两岸关系 现在不要插枪走火 因为现阶段的不插枪走火 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选举到了 而目前大陆愿意配合 为什么 因为大陆内部的问题 他自己有 他自己先要处理 大陆也不期待于说 不期望说 现在的两岸关系 变得真正的兵凶战危 特别在520的耐心的谈话 如果说能够让两岸关系 有点和缓的话 我觉得大陆也是乐观其成的 所以在美中双方面 都不希望现在台海 有冲突这个可能性的情况之下 那彼此之间是对话 那就是大家愿意去进行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刚刚讲的是 各自把各自的立场表达清楚 还有一个在美中 现在在美国在遏制 中国大陆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其实美国也要告诉 美国的选民 就是即使美中之间对抗 这么强硬 但是美中之间对话 还是持续的 我想这对于拜登来讲 他一方面达到 他的美国的战略目标 一方面他又会维持 整个世界的局势的稳定 那我想对于拜登的选情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从双边的需要角度来看 包括内部的观点来看 所以我觉得美中之间的对话 他应该在美国 要遏制中国大陆这个大战略下 他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 不可能有突破性的 因为美中的对话 他不可能挑战到 美国要遏制中国大陆的大战略 这个大战略 我们上次也提过了 包括像产业链的一些问题 包括在区域 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 美国不可能容许大陆 去挑战他的 但是维持这个对话机制 对于双方面来讲 都是必要的 因为大家要摊牌的时间 其实还没有到 所以我觉得 摊牌的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我觉得美中之间 大家都在等待时间 大陆也需要一个时间继续的 他的经济的发展 他的产业的升级 那美国的 有美国的选举的压力 美国如果说 美国真正将来 要采取某种激烈行动 面对中国大陆的话 他也是在某些方面 准备好了以后 才会再动手 老师觉得这个摊牌的时间 可能是在 11月的美国大选之后 在明年或者是在后年吗 我觉得摊牌之后要看 我觉得如果说拜登选上 那当然他会 中国大陆他会采取的 更激烈一点 那拜那个川普选上的话 那川普也有他的一些战略的做法 但是选举一结束以后 我觉得大家比较会把牌 再露得更清楚一点 那现阶段来讲 我刚刚讲嘛 一个是二制 一个是合作 还有一个是竞争嘛 在三个里面的话 还是二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是彼此之间不会现阶段 把整个牌把它量得太多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维持美中之间对话 不管是国防部的部长的对话 还是所谓两岸关系的一些对话 还有一些财经方面的对话 我觉得缓和美中之间的关系 现在是美国所需要的 也是大陆所期待的 好的确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最近的美国的官员的访路 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 我这边另外还有一张图 也可以提供给大家 来做一个参考 除了刚刚我提到的 就是说国防部长 双方的一个视讯之外 更早之前 也就是从四月份一开始的时候 财政部长叶伦 在任内第二度的访华 接下来就是刚提到的 就是康达也访了北京 还有就是跟贝沙兰一同的 访问北京 还有另外一位是 国务院领事局 助亲帮办克尔温 还有就是国防部长 双方的一个谈话 视讯 最近接下来的时间 应该是有一个是 国防部国务卿 国务院的国务卿 布林肯在任内二度的访华 目前传出的是有四天的时间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蔡老师 因为很多人都在想说 双方的官员这么密集的谈话 尤其他的阶层也是蛮高的 大家联想到 就是520赖清德的 就职典礼的内容 是不是也会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传话 因为从之前 罗森博格来台 之后回去之后 双方之间的一些对话 之后美国的官员 现在又到了北京去 施施法线的讯息 也同步的带到了北京去 老师怎么看 我不认为台湾有那么重要 我更不认为赖清德有那么重要 台湾也好 或者赖清德也好 在中美架构底下 只是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可以被管控 可以被拿捏的 但是管控跟拿捏 是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自从世界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那美国就独享一个 Great Power 所谓的唯一的单级强权的时代 一直享受到了将近 这个美国撤出阿富汗 就算结束了 美国撤出阿富汗 这个世界很明显 也进入两级跟三级 两级就是加上中国 三级就是加上俄罗斯 所以全世界就是有三个强权 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但这个美国由单级走向 两级跟三级对美国来讲 相当不适应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休息抵得陷阱 我老大一定要打压 新级的老二跟老三 这种互动的过程 我们比较简单的 可以把它化约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外交跟经济的斗争 简单讲就是文的 关税 贸易壁垒 科技限制这些 另外一个方面 比较五的方面 就是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对中国大陆来讲 还没有进入百乐化的阶段 你不要看中国大陆 今天有航空母舰 明天有些什么战斗机 后天有什么导弹 我们观察的重点是 中国大陆现在的 总军费占GDP的比例 还没有超过两个百分比 也就是说 它还有留有空间 还留有一手 也就是军备竞赛 其实刚开始而已 还没进入百乐化的阶段 我们再看过去的历史 一定要军备竞赛 当各方面的军费占GDP比例 超过三个百分比 才是百乐化的阶段 俄罗斯已经超过三个百分比 它现在大概在四点三 然后美国早就参加三个百分比 那中国大陆现在还一点七五 所以这个军备竞赛只是刚开始而已 换句话说军备竞赛在由1.75 走向三个百分比的GDP的比重的时候 是中国未来的趋势 这个未来的趋势呢 就会不断地在 我刚才讲的两级到三级世界的格局里面 双各方面要去巡载一个动态平衡点 这个动态平衡点 到底大家的势力发展的界限化在哪里 哪个领域是你的 哪个领域是我的 以前从帝国主义时代到现在 不管是英国对西班牙 或者是荷兰对英国 或者英国跟美国 它事实上就是走在一个历史的过程 现在中美关系也走在这个历史的过程 所以我的观察重点在于说 这一次的康达访问 当然是为了布林肯而部署的 那为什么从来没有过 特别要跟国台办的副主任 筹开明见面 国台办的副主任筹开明 在国台办的体系里面 只是第二位阶的副主任 第一位阶是盘选长 他是排第二 那怎么跟第二见面 其实重点不是他是国台办的副主任 因为他是王沪宁的大弟子 他长期的在王沪宁 当年复旦大学教授时代 他就是他所亲自指导的 这个博士班的研究生 所以他研究对台关系 已经超过二十几年了 也长期在国台办的智库 叫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当主任 后来被调为国台办 正式的研究局局长 那现在升为这个副主任 所以变成说 就康达跟美国的角度 第一次会见国台办的主任 不是国台办的主任 是想要了解到 目前对台政策的第二把手 王沪宁怎么来看待这全局 因为只有王沪宁会去理解到了 军事外交经济 整个局面里面如何来处理台湾问题 或者可能因为台湾问题 引起中美关系之间的较量 那美国已经早就在部署军备竞赛 从日本到菲律宾 甚至要扶持东南亚国家 可是找不到对象 只找到一个落不经风的菲律宾 接下来就想要去拉拉印度 这个是外交部署所要达成的军备竞赛的效果 那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 当然要凑一脚了 所以这个另外题外话 因为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这个军备竞赛的突破点在哪里 就是台湾 所以你从这个大陆要处理台湾问题上 它有个时间上的需要 这个跟美国有一个情况上的需要不同 大陆上时间上的需要是什么 他需要把他的军备发展过程 从现在的1.75一直推向3个% 那这个过程里面 从以前的清朝的历史就看得出来 康熙皇帝花了18年招安正式政权 这个招安正式政权 一给条件二给条件不断的让步 从开始要剃头到不要剃头 从换服到不要换服 到时候你只要来进贡都好 只有正式王朝还是不听 不听了 招安过程结束了以后 康熙皇帝的军备武力都部署好了 所以最后就用武力解决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中国的中央政权 统一是他的责任 也是他的义务 也是他维系政权最重要的方针 一个在中国大陆不同一的政权 不管他叫共产党叫什么党 一定会被推翻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就像清朝为什么丢到他的政权 你就看时间表一摊开了就很清楚 丢掉台湾是清朝政权崩溃的第一声 因为崩溃的第一声你看到 这个马关条二一千马上有公车上书 马上有一连串的革命行动开始起来 所以革命行动几乎都是在1895年之后 1895年之前都不像有一个推翻清朝的革命运动 包括孙中山也不例外 所以中共政权不可能经而起丢到台湾 所以举全国之力一定要招安或者征服台湾 那你不会去管你台湾的什么 什么这个赖清德 这个就是过场 因为台湾的实力不管你 就是军备到达6个percent 你也抵挡不了中国大陆 3个percent的军费的一根寒毛 这是一个实力对决 如果说单纯在台湾海峡做实力对决 台湾不管任何人党执政 你要自己叫中华民国要 你要叫台湾共和国要 都无关紧要 这是个现实 这是个历史事实 只是台湾人想要当娃娃 所以官警们来自己嗨一下而已 好像我们到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去举办什么庆典 我们就整个劳包 我们开心就好 那在美国 我讲过中国大陆是需要时间 因为你把军费从1.75 挪到了3个percent 不是有钱就可以花 你要花什么 你要怎么花 你要怎么规划 美意你要怎么弄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 像美国从当时的 内战时代的这个军费 突然间堆积到3个percent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有时候是被迫 像俄罗斯被迫了 一下子军费 从这个2.95 一下膨胀到4个percent 因为打仗也需要 不是准备经费 所以中国大陆在准备战争 要到3个percent左右 3个percent左右 他必须要说真的打仗 也要能够突破到4.5 这是个基本的一个标准 像美国曾经最高打 这个越战的时候 军费也膨罩了4个percent左右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 那美国需要什么 他需要情况 他不是需要时间 为什么叫需要情况 因为美国他的军费 已经高达3.5个percent了 再超过5个percent 任何个国家都会崩溃 这个是没有办法 全世界军费 如果你任何个国家的军费 占GDP超过5个percent 你的政府的赤字 跟你的政府的公债 的利息会爬到7个percent 爬到7个percent 在这种战争经济学里面的标准 就是政府准备崩溃 所以一次大战的战败国 二次大战的战败国 都有这种迹象 因为医生看病 像看血压 看那个电脑断层 这种解剖下来的话 美国需要什么情况 他希望说找到一个战略的稳定点 跟中国大陆说 我们现在的共同点来管控台湾 我对你做一些承诺 做一些保证 台湾在什么样的行为标准底下 符合你不要急切动武的标准 不要拉短时间的标准 那你的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们还有时空的解决 到底台湾是我美国的势力范围 还是你中国的领土 现在还没有到决战点 没有到决战点的话 从外面就一定要往来 往来互探虚实 因为台湾对美国重不重要 重要但是又不重要 对中国大陆重要或不重要 是重要又不重要 那性质不一样 因为对美国来讲 它是所谓的在亚洲霸权 不容许中国崛起 但是万一球打失误的 鼻子默默也就算了 他以前是这样讲阿富汗 他以前也是这样讲伊拉克 可是回过头来讲 美国丢了这个台湾 只是换掉一个总统而已 这样丢了越南换掉一个总统而已 可是中国大陆丢不起台湾 他会拿台湾不可 因为他会丢到整个政权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讲 那美国要什么 美国要说 那台湾如果真的逐渐 被你中国大陆所掌控的时候 我的利益在哪里 我能拿到什么 你中国大陆能够换什么 这个已经表现在布林肯 苏利文曾经当过这个 希拉蕾的这个助手的时候 写了一个memo给希拉蕾 说我们可以要求大陆 把美国政府公债全部 奉送给美国 欠债一笔勾销 我们把台湾交给中国大陆 他当时就这种想法了 还有米尔斯海默 然后在几年前写个一句话 就我们要跟台湾说再见了 可是俄乌战争以后 他又转向了 所以我们要掌控台湾 来威胁大陆 来跟大陆勒索 没有错 美国用台湾来跟大陆勒索 这个是一个外交跟战略上常态 所以美国要摆样子 叫日本武装 叫菲律宾武装 不是真的菲律宾跟日本管用 而是可以提高 他对中国大陆的谈判筹码 以及对中国大陆的威护力 然后让中国大陆要花更多的军费 更多的准备 表现出对台湾老百姓 更大的善意 但是中国大陆这个善意 不是习近平个人的表现或主张 而是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任何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 都会这么做 我第一步在我的军费准备 还没到之前我先招安 第二步我军费准备以后 我就准备征服 那是问题是在怎么征服 而不是在要不要征服 这是一个现实状况 然后台湾的老百姓在这中间 平常心讲 不管你是支持统后制度 你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这就是一个历史过程 而且是无可回避的历史过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你看不到 这才可否则的 那么快点购为健康的 这才能做出资讯的 在我界面写呢 这是最后的